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继续说念佛法门浅色 昨天说到为什么要念佛 也说了2600年前 释迦牟尼佛临入灭时 无问而至说 讲阿弥陀经 为什么无问而至说 因为众生不知有极乐世界 若释迦牟尼佛不无问而至说 众生无由得知 所以自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够闻说阿弥陀佛名号 能够执持这个名号 时常念佛的名号 能够一心不乱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他一去世时 在很短的时间 屈身臂颈 度连迟 即是说 手臂屈一屈身 这麽短的时间 就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再在西方极乐世界 再修行 听经文法 但听佛讲经 听菩萨的开示 为什么要念佛呢 念佛不是说我念佛 在这一世我会成佛 念阿弥陀佛 希望去世的时候 能够安长而去世 所以很多人说 最重要是最后那几年 就是你一定要念佛 如果最后那几年念佛 念得精进 可能无疾而终 或者受战有疾 都是很微的疾病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说这个法门呢 其实是有很多苦衷 因为人心越来越恶 世界越来越邪恶的事越来越多 而且众生的业力越来越强 你看我们平时 每一个人有家庭 有工作 有事业 有谁可以 一天有几小时 可以静坐禅修 可以拜佛忏悔有多少 即使退休的人都未必有这样的时间做到 如果每天能有两小时 都是修持念佛法门 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金刚经也好 夹带着又念金刚经 或者念地藏经 或者念普门品 接着就念阿弥陀佛 又干星或者阿弥陀佛 半小时 一小时 每天都这样念 到时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 已经习惯了念佛 你已经的心识全部是念佛 如果念佛念得多 现世 就能够灭罪增幅 不一定 念佛就是往生去死时才有用 现世就能够增长福慧 有一部经 叫做 《大习经》里面有句说话 没法亿万人修行 汗一得道 唯依念佛 得道生死 即是在没法时代 现在这样的情况 每个人都如此忙 有些当然忙些没用的事 忙些色声犬马的事 忙些色声香味触法 财色名食碎的事 追求的不过是物质 追求的不过是钱财名誉地位 没法亿万人修行 汗一得道 为何汗一得道 如果亿万人修行 就算依照经教去修行 也是不容易的 为何不容易呢 稍后会告诉你 你一路听下去 你就会知道 为何现在修行 这麽难 唯依念佛 得道生死 但是 如果你能够 念佛 学习念佛的法门 你不需要得道 因为你还未成佛 但你可以了脱生死 脱离六道轮回 最重要是了脱生死 你离开不了六道轮回 永远是轮转 你现在 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西方极乐世界 再去学习 再去依经教修行 佛法分有两个修行道路 一个是难行道 一个是易行道 龙树菩在十处琵琶索论说 于此世界修行有两种 一者难行道 二者易行道 龙树菩萨 是八宗之祖 是宗论的作者 龙树菩萨是八个宗派 中国所有大乘佛法的宗派 都以龙树菩萨为祖先 龙树菩萨立八宗之祖 他又是禅宗的祖 又是念佛的祖 又是天台 怀炎唯悉宗观 他也是阿祖 有没有力量 十处琵琶索论 难行道要靠自己单独的力量去修行成道 禅宗 密宗 律宗 若从经教入手 经论卷谍凡多 意理深奥 非数十年苦工不可 若从禅定入门 根气不心者 徒劳无功 若从密宗入手 思成难手 二入魔道 很难 有多少人是研究经论 即使研究经论也是文字的游戏 只是了解哲学 而没有深入体证哲学的道理 你说多难 如果你明白了 经教已经是不少时间 更何况你把握了经教的移力去修行 什么叫义行道 念佛法门 自力 兼佛力 难行道难行在哪裏 要靠自己的力量 要自己看经 自己禅坐 自己诵念 要持戒 要靠自己的力量 但义行道 除了靠自己的力量 还靠佛的力量加持 佛力广大 只要一心念佛 具足信愿行 便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临终正念分明 十念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业往生极乐后 在阿弥陀佛的互庇下 不论修何种法门 皆能成就 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喜欢修唯识的 你还要听唯识学 你喜欢听华严就听华严 是一个无量的大学 里面 圣众多得不得了 不单是严读意理 还实习法门 其实阿弥陀佛的基乐角度 是一个脱离生死 永远快乐 在快乐的气氛 在诸圣众大德之分途下 学习佛法 那时便容易学习 跟现时的 普通和尚学习佛法 在文字上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开悟 只是 知道片面 知道这麽多 说这麽多 但去到 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 全部是开悟的圣者 言者 他教你 你会否成功 念佛法门 着重点是什麽呢 容易下手 容易往生 容易成佛 所以叫做二行道 念佛法门是二行道 其他都是难行道 念佛是否真的容易修行 是否二修法门 虽然比其他法门教义 但却是最原妙的无上法门 不是说义就不原妙 这就要了 各宗的修法都必须断惑正身 断惑是什麽呢 你将 基本上的迷惑 基本上的贪亲痴 迷惑 断除了 证悟到真心 证悟到真如 证悟到实相 完成实性的证悟 撇除了 灭绝了 遍继所执 完成实性 证悟到完成实性 从真常唯识论来说 入了真如 现世可以断惑正真 有多少人 历史上一个很明显的人 是释迦牟尼佛 除了释迦牟尼佛 还有哪位 断惑正真 现世可以断惑正真 断惑正真的程度 当然有不同的深浅程度 很多高僧债德 都会断惑正真 是彻底断惑正真 唯有佛一人 因为断惑正真才可以了脱生死 唯有念佛法门 但求往生 不须断惑 亦可了生死 念佛法门不用断惑 是带着业力往生 即使用个譬喻 如果我们成佛 代表衣服 我们平时的衣服已经污染了 很多罪业 烦恼障 业障 暴障 即是我们穿了一件衣服 已经染污了 你必须要把衣服清除 彻底清淨 很难 但是 你念佛法门不同 你穿一件骚髒的衣服 都可以去 不用清淨 带着业力 便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先脱离生死 即是先脱离苦海 你不能脱离苦海 仍然在生死中流转 很危险 下一生是否去到三恶道 地狱 蛾鬼 畜生 能否出现 若是修善道 在天上享乐 天福享尽 又要投胎 又要轮回 其实 律教禅物 统为泄心 今次一句阿弥陀佛 即万法归宗 所有的国宗派都是 修心 你必须把修心 改善到最清淨 才叫做成佛 可否在现世就这样 我们平时 如此忙 怎样去修行 高僧大德 即是出家 每天出家修行的时间有多少 再加的更加不用说 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妄念不生 便是涉心 其实它也是修行 如果念佛念到妄念不生 便是涉心 意念得到清淨 身口两叶 亦随之而清淨 虽然念佛法门看上来很简单 但它亦达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介绍这个法门给我们 以一大事恩怨 而出现这世 念佛法门 意学难顺 学五难 有毅力有恒心 每日都念 从今天开始 在佛面前发愿 每日要念五千 或者一千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鸿鸣 南无阿弥陀佛 你发愿 念多少千 终身不断地念 还将念佛的功德 回向一世众生 发愿五千 发愿一万 为何要发愿 你不发愿 你不会坚强 你犯犯然 不发愿 发愿 做不到就惨了 我有罪 你发愿 你真的很揭成发愿 偶像有一两天 你做不到 阿弥陀佛不会不原谅你 你生病 或有要事 你便补回 不会因为这样 而阻碍你的发愿 即是 我受戒 不知能否受到 受不了 便会犯戒 我不受了 不受吗 永远都不会成佛 受了破汗 可忏悔 可以成佛 那你犯实是哪样 你害怕戒律 不敢受 永远不能成佛 因为你害怕 但你受了戒 犯 有戒律便会遇到你犯 犯便便参悔 参悔便重新做人 即是你发愿 我不知能否做到 其实在下意识里 你不发愿 根本没有意向 没有意志去做 即是那份工作 我拿这份工作 我真是很珍惜 初初几天就珍惜 做着做着做着 又嫌这些事不好 那些事不好 但 你很久没有找到这份工作 找到这份工作 令你很满意 如果你决定 无论这份工作 现时的 给我的回报不错 我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无论受到什么逆境 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这是好的职业 如果他没有发这愿 没有决定 没有决心 他怎会做好这件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 要发愿 要诵地藏经几多片 要念弥陀经几多片 金刚经几多片 要发愿 不发愿 永远不能成佛 不发愿怎能成佛 信愿行俱足 你也不想成佛 怎能成佛 不要发愿 如果发愿 想成佛 成不了 你永远成不了佛 在《大保词经》中说 念一句阿弥陀佛 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不单是帮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念一句阿弥陀佛 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有些人说佛法是否只是念佛 佛法有多少法门 可以修行正悟 可以修心 修心养性 佛法的法门无量无边 但归纳大圣的佛法 归纳为八个道路 其实道路有很多 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很多这种道路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但无量不能说无量 归纳为八种 八条不同的道徒 去到成佛 正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的路徒 如果你开始信佛 归医了 要懂 你问你 信佛 归医了 怎样可以成佛 不知 怎样可以成佛 做好人就可以成佛 你完全不懂 你应该告诉你 有八种不同的道路走向成佛之道 今天要记住这八种 第一 禅宗 太虚大师说 中国佛教特殊罪 特殊罪 殊性的在于禅 在印度传来的 子观法门 在中国还发扬江大 成为禅宗 禅宗的法脈 很远远流畅 禅宗 始终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以实践为主 只要信自己本来是佛 此真心人人聚足 不假外求 真心之体 不立凡性 无诸对待 骗一切处 不生不灭 非有非无 暂然常住 禅宗以无念为宗 我们平时因为妄想妄念太多 我们的六根攀缘六尘 如生六色 而生一切的烦恼 因烦恼而作业 因作业而受报 轮转生死 如果你能够 Purify你的Mind 即是 能令自己 无污念的念头 是无念 一念不生 以无念为宗 修行的方法 是无心法 自妄心 禅宗本身的法门也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参念佛是谁 起疑情 将所缘境归纳为疑情 从这样 而你集中精神 去参议公案或话头 全部没有其他网念 当疑情一破的时候 你就趋向清静 Land force is free 这个话头去参议 起所缘境 这个 object of attention 我不用这个 object of attention 我平时的 object of attention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平时我的所缘境是什么 我所缘境是色声香味触法 见色就攀完色 见星攀完星 见钱就攀完钱 见名就攀完名 见食攀完食 他的感官不断向外攀完 唯色学就是分析 你不要这样攀完 你的攀完心是这样起的 很微細和你分析 我们知道平时攀完 有很多所缘境 这些所缘境令到我们产生一切的烦恼 禅宗就说你不要这么多所缘境 不要这么多object of attention 你平时的object of attention 将你越扯离开你的道越远 你现在的所缘境是一个移情 叫做念佛是谁 这个移情好像一个氢气球 移情越来越大 将你所有的妄想 其他的所缘境 replace 只有一个移情 叫做念佛是谁 全部的妄心 全部的object of attention are gone You only have one object of attention 那个就是念佛是谁 有一天你参与很久 没有其他妄想 只有一句念佛是谁 在某一个缘分里 这个氢气球 只有念佛是谁 这个氢气球 被某一个人的手指甲 一突破 即是他譬喻 连移情也没有 照见五蕴皆空 那时忽然见到本来面目 那时就叫做开悟 除了用禅宗去成佛 但生死还有哪些 蜜宗 蜜宗是重视私承 真言 蜜咒 以求即身成佛 蜜宗要口诵真言 即是语蜜 手语契印 即是身蜜 心作观赏 即是意蜜 三蜜相认为修行 但他很着重移轨 所以桌上摆了东西 很庄严 很殊性 所以人家说 蜜穷富蜜 有钱人才能收得蜜 即是这样说 俗语讲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 很多庄严的东西来装饰 是说疑鬼 俗语是这样说的 不一定是有钱人才能收得蜜 并不是这样 不重理论 不是没有理论 不着重理论 大家可以参考《大日经》 《密宗》最主要的一部经 《大日经》 《大日经》里面是说《密宗》的义理 理论不是很着重 是着重移轨 根据《大日经》 《苏识地经》 《金刚顶经》 《禅明》《大日如来》 《内政秘密境界的真言教法》 这是《密宗》 但《密宗》要小心 如果跟师傅是摩的 便成为摩子 即是不知道找哪个真真正正 是《密宗》的师傅 便这样跟随他 你很惨的 你跟他一起落地狱 你不懂得分辨 找到对的师傅当然好 但在现时 很多这一类的人 都是追求古怪神秘神通 他这个师傅说可以见到你的过去未来 见到你的祖先 叫你怎样求财 叫你怎样 念符咒 怎样令你发财 令到你先生不会有外遇 令到你的奶奶对你好 有这种方法教你怎样 可能是走火入魔 不单走火入魔 还有骗财 不单骗财 还有骗色 很容易走出歪道 不是《密宗》不好 《密宗》是非常殊胜的大乘宗教 但是人本身不好 自己不好 你自己找不到师诚 不要赖老师 老师是别人叫你中头下来的 牛不饮水不能按得牛头下来的 你自己心甘情愿被人欺骗的 他坐在那里没有找你 你来找上门而已 你贪神通 你贪奇怪古怪 你贪快捷 一个符咒令到我发大财 三论宗 以宗论十二门论 和百论为主要经典 这个宗是破邪显正 而破有所得而不立一法 来显除一切偏执的情见 一切污染诸法 本来殖灭 以无所得为宗旨 如果我读宗论 对我有甚麽最大的作用 读宗论最大的作用 能够令你了解到 畢竟空直 至性本空的道理 最重要是空义 彻底表明空义 当你明白了空义理 根据空义理 破我执 破法执 法我而执驱破 破一切执着时 你毕竟空性现前 那时 自然光明无量 本性浮现 不需要沉觅 因为沉觅有所得 有所得 不是法 是无所得才是法 所以三论中是破邪显正 令你不会执着一切法 令到 诸法本性空直里 证到真正空直的道理 因此你会收 我空 法空 空空 三空 循步漸进 而乃至成就 清静一切深色 成就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但问题是 你懂不懂看中论 你懂不懂看十二门论 你懂不懂看百论 有些读过的 读了几年也不知说什么 只是知道文字 不知如何收 着重理论 但不是没有实践 你懂得收便有实践 你懂得收我空 法空 空空便有实践 始终要走向 静坐止观的道路 你单靠文字 是不成立你修行的基础 是不成立你修行的 第四是唯识宗 唯识宗的名相很多 但在现世的修行 如果你修学唯识宗 最容易弘扬佛法 如果你想弘扬佛法的人 而不懂唯识学 你弘扬佛法是很 很缺乏的 即是 弘扬佛法人的口才 在哪里得来 如果你想 和人谈谈佛法 有两个宗派 你不知里论 你是无从和人谈谈 哪两个宗派 一个是宗论 三论宗 一个是唯识 唯识和三论 能够充实 辩证 和人辩论辩证的方法 所以 出家说佛法的人 必须要识遗识 必须要识三论 遗识中有六经十一论 有《华严经》 《华严经》 《解心物经》 《如来出现功德经》 《大乘阿皮达摩经》 《入灵骑经》 和《厚严经》 十一论是什么 《如骑师地论》 《显阳圣教论》 《大乘庄严经论》 《集量论》 《涉大乘论》 《分别预期论》 《唯识二十论》 《辩宗边论》 《大乘阿皮达摩论》 《大乘阿皮达摩论》 《十一论》 《六经》和《十一论》 《六经》中最主要的经 是哪一部 《解心物经》 如果《解心物经》不懂 走到第二个经 便没有办法懂 《解心物经》 是本经 《六经》中必须有《解心物经》 而《论》中必须 研习《仪骑师地论》 因为以《仪骑师地论》为本论 以《解心物经》为本经 以《仪骑师地论》为本论 以《成为色论》为综合论 《成为色论》是 必须要读《成为色论》 但读通这些 二十年 最聪明的 十年 老师一世都是研究遗色 但如果你连习遗色 便发觉 原来佛教过哲理 如此高深 如此伟大 你不研习遗色 是不知道的 维色中的经论之中 对深色的仪理分析得最详细 最细微的 首推《仪骑师地论》 和《成为色论》 但《仪骑师地论》有100卷 初学的人很难 谁能看到100卷 摆在桌上有这么高 100卷 而且里面全是古文 是古文 看上去 如果你没有基础 你完全不知道讲什么 没有人教你更加不懂 世亲菩萨在晚年著作了 《遗色三十众》 他著作了《遗色三十众》之后 就没有时间 用长行来解释 即是说他作了《遗色三十众》 浓缩的众里面 他还打算用诸解长行 经论来解释 但他已经入灭 他已经去世了 已经入灭生了 《遗色三十众》 但这些《遗色三十众》 统涉了《遗色整个思想》 但文具奥而极为浓缩 很浓缩的 每每两三个字包含深港的义理 令人很费力 和《仪骑师地论》 更费力的《仪骑师地论》 后来原装法师合作 《十大论师》 做了《成遗色论》 叫做《成遗色论》 原装大师做完《成遗色论》之后 他的弟子叫做《规矩法师》 规矩法师看了《成遗色论》 也帮手做《成遗色论》 这麽厚的《成遗色论》 看完《成遗色论》 大家研习期间 说《遗色论》这麽复杂 有没有 将整部遗色的基础 用诵句诵出来 让别人背了 容易研习遗色的名相 后来 《规矩法师》 和《原装法师》 将《八识》分为四章 每章做十二句 共有四十八句 做了《八识规矩诵》 即是有四十八句说话 将整个《遗色论》 绝要 如果背了它 对于《遗色论》 起码有个基础 背不难 《善景言量通三圣》 《眼耳深山耳地居》 《遍行别境善十一》 《宗耳大伯贪亲疵》 背了它 遗色论的名相就会很清楚 这些是 稍微讲一下《遗色论》的道理 不需要说太多 如果说太多 大家不会觉得很闷 这些是比较高深的道理 还有天台宗 《教官二门从研习三藏和静坐子观进入佛法》 即是天台宗要读经教的道理 除了读经教道理的义理方面 天台宗还猶合了实践的法门 必需要子观 空假宗 观空观假观宗 所以理论和实践并重 所以经典以法花经为宗要 大智道论为子南 大波列盆经 为朔 大品般若经为观法 有天台三大步 智危大师 智者大师 是天台宗的秘祖 第六 走向成佛之路的律宗 律宗 其实并不是独立的一宗 每一宗都必须有律宗 你研习天台 你不守戒律 怎行 所以戒律为修行佛法的必需要基础 一方面你念佛 你不守戒律 你杀生偷渡邪人妄语 怎样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香港的 港堂叫戒定为港堂 必需要有戒为基础 即是你现世做人 要记住有些事你不能做 一做就有果报 律宗 将你的烦恼 用戒律 慢慢灭除你的烦恼 但单靠戒律 又不能成佛 遵守戒律是人天福报 但戒律亦是必需要的基础 不是我守戒律 其他经教不用研习 我不用静坐 我守戒就会成佛 守戒就会人天福报 但守戒 令你容易成佛 因为身心清静才会成佛 必须要以戒律为基础 由十进律 中国出家人以四份律为主 而每次初一十五诵经 以四份律的经为 诵经的基础 这是律宗 最后华严宗 华严宗要唯识缘起的理论 及般若思想为基础 读华严宗的人必须要识唯识学 没有唯识的基础 你如何研习华严 他说法界缘起的道理 依照华严经建立宗义 并以 灵骑经 圣万经 大圣喜讯论 保圣论等 如来藏经典 为观法 理论方面 融合了万法 及以真如一性缘教 显示原容无外的法界原理思想 观行方面 华严 法界观 真空观 而你深奥 不是近代根性者能修学 近代根性者 不容易修学华严的道理 你自己读华严经 你可以明白多少 不容易明白华严 所以研习华严的人不多 最后在淨土宗 淨土宗以清念佛 为主要修行法门 值阿弥陀佛本缘的力 祈愿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淨土 如果能够信愿行俱足 一定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超出三界六度轮回之苦 在西方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的分途之下 修持种种法门 直至成佛 以五经一论为依据 佛说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华严经大世智菩萨念佛言通章》 《华严经普愿行愿品》 及《往生论》 所以对于我们末法时代的人 念佛是最容易 一心念佛 尤其是年纪大时 还去研习经论 连习经论都是文字游戏 你必须要集中精神去念佛 念佛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自然有自己内在的神通就会显然 自然会二知时知 你必须收 我们平时说年纪大的人要收最后那几年 如果痛苦去世 下一世又要轮回 你必须要学习 念佛 能够每日念多少 去到 离世时 可能会遇之时至 无疾而终 离世时 离世时 因为病痛越来越多 你唯有用念佛的功德 能够令自己消除业障 身体健康 每日发愿 求阿弥陀佛 将来无疾而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我们说的黄铁像往生 打铁的人 每日都要打铁 他用叮叮当当打铁 叮叮当当四个字 有人教他 叮叮当当 不如念阿弥陀佛四个字 叮叮当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日打铁 你的职业是打铁 每日打铁就叮叮当当 不如改念阿弥陀佛 他真是改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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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了十几年 有一天 他跟他 太太和子女说 我明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没有搞错 你瘋瘋的 你这么好的身体 你明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他说是呀 明天中午时份我走了 做了明天中午时份 他就在床上盘室 坐在那 这是如知时至 临走的时候 他还留守一守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九恋成钢 太平将近 我皇西方 走了 又没有病 叮叮当当 九恋成钢 你不要看他叮叮当当 他练了十几年 打阿弥陀佛 一心不乱 成为钢 打那些工具 那些工具也成为钢 他的心成为钢 太平将近 为什么太平将近 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太平 我们里面的小世界 身心就不太平 烦恼多 怎会有太平 你有生老病死 身没有太平 我们的身体 没有太平之日 为什么 有生老病死 怎会有太平 我们的心 有没有太平 贪 亲 痴 慢 遗 恶 见 烦恼 喘 怒 妒 忌 忧 忧 忧 哪有太平 但不是 太平将近 我现在没有了 太平 快要近 我要往生西方 太平近 我皇西方 说完之后 走了 我们以打铁仗为钢 要学习 每日 要规定自己 念五千 如果你平时 退休的 在家 无事的时候 不要想东想西 一有时间 就念阿弥陀佛 发愿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到时无疾而终 我们可以和你写一个字转 这个人无疾而终 证明了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说到这里 结束